大家好,欢迎收看正狂语每天三分钟激励你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人性行销这件事情 那么我一直觉得所谓的人性行销除了是掌握别人的人性之外 你也要掌握自己的人性 那以我自己来说呢,我也了解我可能会是一个 有时候比如说也会好意勿劳,也是会懒散 那当你有时候一懒散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影响到你原本计划的推动 于是当你了解这一点之后 你就要想尽办法去克服你心中那个 哎呀,因为昨天没睡好了 因为有另外一个事情,所以你这个事情没做好 对不对,你会给自己安慰找借口 所以你知道自己有这个倾向 你就要想尽办法去克服它 简单讲呢,你就是要顺着天赋做事 逆着个性做人 那我甚至觉得有时候你也要逆着个性来做事 所以像我呢,最近呢 我不是开始在做一些这个网路上的一些课程的推广嘛 那其实大家知道我在台湾呢,除了用直播之外 每一次直播的影片呢,我也会把它变成一个线上的影片 让大陆地区的同胞呢,可以购买 那么在购买的时候,我其实我本来想要在大陆也做直播 但是发现大陆还没有这样一个直播 就是我可以先收费,然后才让它到我的直播平台上来观看 对我们来说有点麻烦 我就想到,那可能我可以用他们的 比如说优酷啊,或者是土豆网这样子的平台 我把已经上完课的内容 然后放上那个平台上面 锁密码,然后让付费的人可以观看 好,光是这样一件小事啊 大家知道很麻烦 因为明明我在台湾,只要一键就可以处理的事情 就是说我按几个按键 就可以上完课,我就直接上传YouTube 大家在YouTube上就可以了 在YouTube上就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为了大陆的同学 我就必须要再多花时间 在大陆的网络上面想办法上传 那可能还要登陆会员,会变得比较麻烦 可是,因为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呢,我本来是有学员,他已经付费了 想要看台湾直播,但是因为被屏蔽了 没办法直接看 于是我就必须要为了他们把影片放上大陆的优酷网 然后再让他们看 事后啊,有一位大陆学员特别写信给我 就跟我说,郑老师你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虽然我们只是付了20元人民币的观看 这个客户的影片,体验课的影片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头呢 你付出的所有的这些努力 你承诺,这个礼拜一定会弄好 你就真的把它弄好了 所以这个在大陆啊 我觉得很多的老师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很多老师呢,其实都是赚了一票就跑 但是你呢,却愿意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啊 真的就去花你的时间 然后反复的确保我们可以收视到你的视频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真的 什么所谓的人性行销也好啊 或者所谓陌生开发也好 你真的在卖的就是你这个人的诚信 那么,诚信无价 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诚信推广到极致 让更多人相信你 你也能够成就更大的事业 对不起 对不起 先订阅, 请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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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